好的 接下来我们去离我最近的一个地铁站 看一下地铁站里面的情况 不知道今天地铁还有没有开 天上基本现在没有很多人 我们今天也都全部在家办公了 然后米兰的大学基本都关了 街上呢 基本有的是没有戴口罩的 因为他们这边官方的建议是 只有疑似症状的患者 或者搬护疑似症状的患者 你需要戴口罩 这是我唯一一个看到的口罩 然后我们到地铁站 地铁站的这个烟草店 还是开人的 地铁没有关 我们从地铁站里面出来的人 看戴口罩的是不是 在外面的多了 看来也许他们在那个 公用场所人群比较密集的地方 还是会戴口罩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地铁的情况 地铁上也有不少人开始戴起了口罩 地铁上也比较空旷 地铁车上也只有三五个人租 就在于是很少见的景象 看视频 善澎派